或许还有其他人更早来此 男子说道 萧炎摇了摇头 你若进来了百年 那谁偷走了我这百年 陷入黑暗至此 萧炎算过 最多数日之久 不可能有百年 黑暗里萧炎虽有迷离 不过依信能够感觉到 时间的流逝 你不信我 男子眼中露出疑惑 萧炎看向了男子 眼神平淡 没有多余的任何波澜 一如古井一般深邃 无法洞穿萧炎心中所思 你来这个村子有百年了 萧炎问道 男子点了点头 这一百年里 你做了些什么 萧炎继续问 男子微微一正 眼中竟是出现了恍惚 我 男子忽然发现 自己竟然有些想不起来了 萧炎不再等男子的解释 转身便是离开了 走出房屋 萧炎还是抬起头 仰望着天空 萧炎刺眼 燥热的空气显得那般真实 想阻止我的 不是什么灵魂之力 而是一股意志 一股强大到 我无法触摸的意志 萧炎独自难难 这个世界的真假 已经不重要了 而是萧炎明白 进入这神隐之地 真正无法出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相信 而且这股意志 可以让人真的相信一切 包括衰老 甚至死亡 萧炎一开始不信 但一直输不去 只能妥协 萧炎若有所思 但这仅仅只是他的猜测 要验证他的猜测 只有依靠神木中的灵球 或许只有他才能看得破 这里是真是假 亦或者如萧炎所想 这里是意志 接下来看你了 萧炎传音给灵球 神木中的灵球没有迟疑 大眼之中蓝光 透过萧炎的左臂 直冲云霄 萧炎感觉到了脑海一阵 似乎他的做法 引起了这里的不满 萧炎一口鲜血喷出 但身体却没有任何伤势 也没有任何压力 就只是突然喷了一口血 好像是在警告萧炎 不能这般去做 但萧炎没有让灵球停止 必须要找到离开这里的方法 那就必须搞清楚 现在是在何处 这里究竟是真实 还是虚幻 萧炎的容貌 开始迅速衰老 转眼之间 就变成了一个白发脏脏的老人 头发开始脱落 皮肤褶皱 最后连牙齿也掉落 但萧炎依旧抬着头 那黄昏的目光里 蓝光依旧绽放 灵球 还没看破吗 萧炎连声音都变得苍老 他感觉不到体内的元气了 生命好似也被瞬间汲取 在这一刻 仿佛他真的变成了一个凡人 一个年迈的老人 好强的意志 我看不破 你解开我第二道封印试一试 也许能成 灵球回答道 萧炎没有任何犹豫 解开了灵球第二道封印 顿时间 萧炎眼中的蓝光 爆发得更加强烈了 强烈到 似乎可以洞穿这个苍穹 狗言 何时离你主子都敢洞察了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漠然传出 这道声音 不仅仅是灵球听见 萧炎也听见了 这令萧炎苍老的身影 漠然一阵 随着声音的传出 灵球也是哀嚎一声 只见他大眼之中 流出了蓝色的血液 似乎十分痛楚 一道声音便是伤了灵球 这 你的气息很奇特 声音继续传出 没有意外 就是对着萧炎所说 前辈 晚辈无意冒犯 只是逼迫至此 还望前辈 放晚辈一条生路 萧炎微微拱手 现在不明情况 地暗我明 所以 还是以退为进 生路 也许你才是我的一条生路 我误放你一条生路 谁能给我一条生路 声音传出 却带着力气 晚辈一个三星斗神 对前辈来说 不过是蝼蚁 何来生路可言 萧炎回答道 你莫要与我装算 百万年前 你曾夺赦于我 不够亏败 如今你再度来此 陆地恐怕也是一样 但这一次 我发现了你 所以 你不会有一丝机会 沈尹带着 唏许愤怒 萧炎微微一愣 他不解 百万年前 夺赦 难道 是邪尊干的 不等萧炎解释 一股强大的力量 便是碾压而来 在这一瞬 萧炎轰然爆开 化作了一片血雾 龙一般的松林 你敢仰望神明 冷漠的声音 缓缓传出 萧炎好似死了 他的身体消失了 但地面上的黑影 却一直存在 爆开的血肉 瞬间凝聚 萧炎的身形 竟是再度出现 而出现之际 萧炎化作了 原本的模样 身形彼之而立 目光如炬 嗯 有效 前辈 不巧 我也发现了你 所以 想要抹灭我的意志 也没那么简单 萧炎毕恭毕敬 却是说出令意志 感到震慑的话语 这股意志 再度尝试将 萧炎抹灭的时候 却是发现 萧炎 纹丝不动了 前辈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你放我走 我也不为难你 萧炎平静地说道 他不能示弱 萧炎明知道 这股意志 根本是他 无法企及的存在 但显然 这股意志 将萧炎当作了邪尊 而且言语之中 竟是带着忌惮 也就是说 百万年前 邪尊来到此处的时候 可是给这意志 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声音没有立刻传出 迟疑了片刻后 才回答萧炎 区区楼椅 也敢挑衅无等 当年你欲夺赦于我 而我现在 也是这么想的 那声音 竟是充满了霸气 且对萧炎的威胁 毫不在意 竟是在此时反客为主 一股意志突然降临 竟是瞬息间 要占据萧炎的肉身 而也仅仅只是一瞬 萧炎就察觉到 自己丧失了 对身体的控制 而且灵魂也在被吞噬 生死危机 仅仅仅仅仅仅是在一瞬之间 就在这时 萧炎便是看到 萧炎便是看到 他的影子 站了起来 然后 变得很大很大 千丈万丈 遮蔽整个藏穹 黑影传出了声音 一道低沉沙哑的声音 却是充满了无尽的霸气 也仅仅只是一句话 那占据萧炎身体的意志 瞬间消散 而且发出凄厉的惨叫 好似被重创 萧炎喘着粗气 模样有些狼狈 刚刚的那种感觉 极其难受 但萧炎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我说了各退一步 不过你也正巧提醒了我 恰巧 我需要一个强大的分身 不管你是什么 我也咬定你了 萧炎眼中 顿时泛起疯狂 但不管身份是什么 邪尊也好 尊上也罢 统统都懒得管 这一刻 必须疯狂 萧炎包括到现在都没明白 他要面对的是什么 只是一个意志吗 或者是他难以想象的存在 不过不管什么 现在断然不可能就此离去 我神是你 意志声音之中带着愤怒 但似乎又无可奈何 影子没有再说话 庞大的身形瞬间消散 重新变做了萧炎的身影 以此同时 萧炎只感觉灵魂瞬间被抽离 胸口仿佛更是遭到了沉重的一击 萧炎 萧炎猛然睁开眼 没错 他方才也睁着眼 但方才不是真的睁着眼 现在才是 这个世界迅速崩坏 化作了粉碎 迷茫炎 迷茫之中 萧炎感觉到了疲惫 以及身体上传来的痛楚 低头一看 确实发现自己的胸膛被贯穿 有一根血管正连接着他的身体 当萧炎缓缓抬起头的时候 这一幕 真的是他所见过最震撼的一幕 在一片黑暗里 漂浮成千上万 十万 乃至百万千万道身影 每个人胸膛都如萧炎一般 被一根血管所贯穿 他们还有呼吸 并没有死去 甚至在他们的脸上 还能看见微笑 似乎这些人根本不知道 他们身处于一个幻境之中 但这个幻境 满足了他们在现实之中 得不到的一切 幻境里 他们都走出了神法之地 回到了神兮世界 终于摆脱了犯人的身份 获得了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自由 那些没办法突破的人 他们在幻境里 修炼如风 成长为了顶尖强者 甚至灭杀掉了心中既恨如仇的仇人 那些恨的统统消失 那些爱的人全部出现 如果可以在一个实现一切的幻境里 或许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处 是否真实 如果真实是痛苦的 虚幻或许才是解脱 顺着无数血管看去 他们都指向了最中心 在那里 有一个红色的皮囊 约某族有一个行星大小 隐隐到红光之中 却是能够看到 那红色皮囊之内 有着一个 近乎成形的胚胎 蜷缩着身体 汲取着养分 似乎还在孕育 但这个胚胎 也大得太过夸张 一个行星般的庞大 究竟是什么种族 才能是这般 我要夺赦的 便是他们 萧炎脑海之中 一如雷击 看向周遭的时候 萧炎再度震惊 因为萧炎看到了 一些熟悉的面旁 而其中之一 便是差点将他斩杀的 周家老族周灵天 即便周灵天六星斗神后起 显然 他也被神阀联盟 开出的悬赏而心动 咬牙踏入了 这神隐之地 不过周灵天 怎么也没有想到 神隐之地 会是这般 不过周灵天脸上 此刻却洋溢着 放荡不羁的笑容 好似在那虚幻的世界里 他斩了萧炎 也走出了神阀之地 带着自己的整个周家 一同走出了神阀之地 这是他的夙愿 也是他遥不可及的梦 但在这一刻 他却实现了 萧炎深吸一口气 这股夺赦之力 连萧炎都不敢确认 若是能够离开这里 或许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既然苏醒了 就有可能离开 萧炎尝试拔掉自己胸口洞穿的血管 但这一拔 再多让萧炎震惊到了 血管 竟是将他身体完全占据了 也就是说 如今他的身躯 已经成为了血管的一部分 若是强行分离 恐怕也要肉身尽毁 没有选择了吗 萧炎难难 目光看着巨星胚胎 萧炎知道 夺赦它 是一个何其疯狂的念头 这不是寻常的生命 而是萧炎都无法想象的存在 仅仅只是胚胎 就需要如此多的斗神作为公养 而它又是什么实力的强大存在呢 萧炎无法知晓 但影子的话语 萧炎清楚地记下 曾经被打败过 或许正因为被打败过 才让它陷入这般境地 不过 萧炎不能确定 自己是否真的有夺赦之力 也正如它所言 不过蝼蚁般的生命 也敢仰望神明 也就是说 它的存在 早就超过了寻常的生命 它究竟是什么 它很强大 但心中的执念告诉我 我一定要成功 能够将它夺赦 如果我的宿命会就此改变 命运也会截然不同 我的一切都会在成功的刹那 从此不同 萧炎心跳加速 那种强烈的感觉 让它血液流速都加速 眼里也是充斥着强烈的渴望 萧炎想 它想 却从不敢去做 因为背后 还有一群它爱的人 需要它去守护 但现在 它可以想 如果能够成功 它便能够实现 曾经它从来不敢去想的一件事 我若是遵上转世 一切既已注定 可若我将它夺赦 我便可以跳出宿命 萧炎很想很想 但以前它不敢 现在若能夺赦成功 曾经不敢想的 现在就有可能实现 而且这次夺赦若是成功 那将会是一次莫大的造化 尊上安排的道路虽然很坦途 不过 这不是它想要的命运 若是能够让这具分身 去完成尊上安排的宿命 它的本尊 希望去做更多的陪伴 去陪伴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孩子 以及自己的妻子 不过 这般存在 想要夺赦 恐怕很难 恐怕艰难程度 不言而喻 当年邪尊都没有成功 那它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这一点 消炎心知肚明 但消炎没有退路 本尊肉身被困 若是放弃这具肉身 那么消炎一切计划 又将无限期的脱长 更何况 即便放弃肉身 也未必能够离开这里 所以 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疯狂 去做一件 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事 相信奇迹的人 本身 就是一个奇迹 消炎目中无比坚毅 闭上眼眸的那一瞬 消炎感觉到了一股力量 不是元气 相似于灵魂之力 但却也不是灵魂之力 消炎明白 这股力量 可以称呼它为 意志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